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每个礼拜天下午6点钟 准时收看关键下一秒的节目 那我想在这个礼拜的一个行情 在上半周后 我相信对于观众朋友来讲 那个时间点很多观众朋友说 哇老师 你这个地方你向空头宣战 在这个礼拜的上半周 看起来好像真的是这样子 但是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行情会让观众朋友比较失望 为什么呢 因为在礼拜五美国股市大涨的一个状况底下 台北股市却是呈现了一个开高之后 一路震荡走低的一个格局 中场下跌85点 来到8,646点 成交量只有667亿元的成交量能 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行情 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 老师过去这几天 在礼拜尤其是在礼拜四 很多分析师跟我提到说 这个行情它因为这个新低量之后 会有新低价 所以这个行情刚好礼拜五跌 这会不会是一个要创新低点的一个过程 夏老师这个地方 我直接跟大家讲结论 虽然说礼拜五的一个行情 是一个开高走低的一个架构 但是原则上 这个行情它不会出现新低量 新低价的一个状况 你说老师 为什么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看一天的一个行情 就把这个行情看得很悲观 你如果看夏老师节目看的时间 比较长一点的 你知道夏老师很喜欢讲一句话 那句话叫做始为尽之心替 我们从过去的一个历史经验 来告诉我们说 这个地方到底会不会有新低点 而不是用猜的用感觉的 用看一天的行情 你就觉得这个行情会大跌 对不对 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行情里面 我来请大家看一个 过去的一个历史经验 这个时间点 当然你看到这个指数的高点 叫做7789点 你说老师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那基本上 这个是在101年 也就是两年前的第四季的走势图 好 所以时间点上面 大概是一个非常接近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选当 为什么我这个会选两年前的第四季 来跟大家做报告 很简单 因为架构 那个所有的一个架构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怎么说 我们来看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它从7789点 跌到最低点叫做7050点 跌了700多点的一个空间 对不对 那7000多点的一个行情 跌700多点 这是多少的幅度 大概是10% 对不对 那同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来看台北股市这个时间点 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波的高点 最高点叫做9532点 那在这样的一个行情里面 它从9532点 一路跌 跌到8501点 9500点的行情 跌了1000点的空间 这个是不是大概也是10%的空间 而且当初造成这一波往上 往下去做一个修正 7789跌到7050的过程 观众朋友你还记得原因是什么吗 当时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希腊问题 引发的一个债性危机 对不对 而现在的一个台北股市 为什么这一波跌 国际股市在跌什么 是不是一样是跌欧洲的一个经济 这个地方好像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不对 所以幅度一样 原因一样 技术面基本上 它也出现了相同的一个架构 怎么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部分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跳空缺口 对不对 那同样的一个道理 观众朋友 这个时间点当中 台北股市 有没有出现一个跳空缺口 这个时间点就比较近了 对不对 因为出现在国庆日之后 10月13号 所以技术面的一个部分 它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形 那当然 我要跟大家讲新低量 新低价 不会有新低价 当然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量能的部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个箭头 基本上这个箭头是这个波段以来的最低量 当时的成交量只有多少呢 稍微帮我们拉近一点 谢谢 当时的成交量只有458亿 所以这一波的这个低量叫做611亿 刚好是这个波段的最低量 然后那个时候的最低量叫458亿 那你看到了下跌的原因一样 下跌的幅度差不多 同时出现都跳空缺口 然后呢 一样是出现了一个低量潮的一个状况 但是你看当时大家都讲说新低量有新低价 我记得当时那个时空背景底下 也有很多分析师提到这个部分叫做新低量新低价 对不对 结果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这个行情 后续从这个地方开始一路的往上大涨 涨到8000多点的一个位置 那至于涨到哪里 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不用去多做说明 你可以发现至少它涨回当初的一个起跌点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一波台北股市的起跌点在哪里 台北股市的起跌点在9532点 对不对 所以今天跌下来 我知道观众朋友你会觉得很悲观 但是我反而觉得这个地方是给你再一次重新去做布局的一个机会 所以夏老师告诉各位 这个地方很笃定的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不会出现所谓的一个新低量新低价 那既然是这样子 很多股票在这个时间点 你刚刚你在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你可能之前你会去等那个低点出现 对不对 但夏老师在节目当中 我也跟大家提了嘛 我说基本上 你等那个低点是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的股票 它基本上不用等到大盘落地 这个时间点 它就会开始向上去做表态 那你说这样子的股票 你要怎么样去选择呢 难道是射飞标吗 当然不是嘛 对不对 你一定要有一个合理 而且是可以实战的一个操作方法 那你看夏老师的节目 我相信我一直告诉各位 你要在这样子的一个行情当中 你能够领先市场去做布局 你只有一种方法 不是用技术面 而是透过国际股市的一个趋势 告诉我们下一波台北股市的主流在哪里 那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它不仅仅是单一个股涨 甚至是整个指数 往上去做一个创新高的一个动作 观众朋友 你觉得台北股市的相关股票 这个地方会不会做一个 后续去做一个跟进的一个动作 举例来讲 这个族群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当然国际股市有修正 对不对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却有一个指数 它是再度创下历史新高 这个指数就叫做NBI 生计指数 不是NBA 是NBI 那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或许你不知道NBI是什么 但是你至少后面那四个字看得懂吗 它叫做生计指数 对不对 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一直到礼拜 我们的礼拜五 他们的礼拜四为止 这几天的一个行情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七天的一个行情当中 它可以从这个2598点 一口气涨到2982点 七天的时间里面涨了14.8% 你如果单纯就股票来讲 它当然是两根停板的幅度 换算成台北股市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 这个是指数 那什么东西叫指数 就是这个指数一天过去平均涨的是两%啦 那你稍微想一下 如果说台北股市 有一个族群 它平均指数 每天都可以涨2%的话 你觉得那个个股的部分 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表态 所以夏老师告诉各位 当你看到这样子 NBI生计指数在创新高的同时 这代表什么东西 这个代表生计股的部分 你要多做特别留意嘛 对不对 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行情里面 不是告诉你空头的 就是告诉你一些 只涨一天两天的一个电子股 但只有谢老师 在节目当中 你今天看到节目是10月26号 只有我在跟大家提到生计股的部分 所以你看到 你说这样子的一个指数 对台北股市来讲 影响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礼拜五 台北股市大跌的过程里面 4168的唐莲 今天公道涨停板 对不对 还有包括什么 还有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大家讲到 就恨得牙痒痒的3176的基亚 今天开盘公道涨停板 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它绝对不会是一个偶然 也绝对不会是一个巧合 原因在哪里 原因不就是我刚刚跟大家 提到的NBI生计指数 创下一个历史新高 对不对 除了这两档股票之外 当然如果上个礼拜 你有来参加夏老师演讲会的一个观众朋友 你还记不记得 我在演讲会当中 我跟大家提到生计股的时候 我特别跟大家强调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就是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 也操作过 然后同时 夏老师这个地方其实现阶段 手中都还持有的一档生计股 这家公司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美国的一个合作伙伴叫做什么 我们来看这个部分 这一家公司叫做MerryMac 对不对 它的代号叫做Mac 然后这家公司是针对癌症跟肿瘤研发相关药品 它国内只有一家概念股 这一家概念股叫做4162的智琴 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行情里面 教师告诉各位 除了你刚刚看到涨停板那两档个股之外 另外包括这一档股票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夏老师要跟大家提 我们来看这个部分 我刚刚提到说 智琴的合作伙伴叫做Mac 对不对 结果你看到这一档股票 在礼拜四涨了8.57% 这个价位它是再度创下两年以来的一个新高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过程 如果说我们把时间稍微推前面一点 当初在5月初的时候 这个跳空 观众朋友你知道一天涨多少吗 它一天涨了60% 而这60%的过程里面 它把智琴带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观众朋友你还记不记得 当初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它往上攻击 第一波的高点连续涨停板之后 打开流上引线那一天 叫做347块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架构底下 今天的一个智琴 收盘叫做250 那这个东西 不就是一个非常强势股的 这非常落后的一个表现吗 对不对 当初第一波可以带到347块 这个地方 MerryMac创下新高 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地方 智琴的股价是神殿低估的 对不对 那基本面的部分 我稍待我再来跟大家做报告 但是我要跟大家提的是在于说 当你看到这样子的个股的时候 今天台北股市跌85点 结果这一档股票 它虽然没有公道涨停板 但今天它也是呈现了一个相对抗跌的一个概念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谢老师这个地方 会告诉各位 你要从国际股市的一个角度来做选股 它最主要的一个方向就在这里 对不对 你今天我相信你都认同 你家如果有小朋友的话 你为什么要送他去学英文 你说老师 这样子会比较有国际观 对你都知道教育小朋友要有国际观 你怎么做股票你没有国际观呢 对不对 所以谢老师告诉各位 这个地方你真的要透过国际股市 来帮你找到下一波的台北股市黑马股 而不是选择 谢老师跟大家讲说像空头宣战 这个行情不会破底 你这个地方你就选择观望 你就选择说老师 人家都讲股票没有卖就不算赔钱 那我干脆等到我的股票 你说说行情会反弹嘛 甚至会挑战9500点嘛 那我干脆等到那个行情 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我再来做动作 做调整 谢老师告诉各位 你这样子的观念绝对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行情里面 你这个地方你一定要积极调整持股 不是说行情涨 你手中的股票就会回到原本的一个成本区嘛 当你每浪费一天的时间 浪费一天的调整持股的时间 你就少一波资金可以去做一个移转 去做一个获利的机会嘛 对不对 你说老师真的会这样子吗 我告诉各位 例如说像是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叫3498的一个阳城嘛 对不对 那当然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股价你可以看到 大盘跌17点 没有大跌哦 这档股票跌停板 到了礼拜五 你可以想见嘛 如果一个行情只跌17点 这档股票会跌停板 当一个大盘跌85点的时候 这档股票会怎么走 当然还是跌停板嘛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各位的是在于说 我为什么这个地方 我要跟你强调 你要去做一些持股的转换跟调整 很简单嘛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 包括其实在上个礼拜 如果你在礼拜天 有看到谢老师节目的 当时我在节目当中 我跟大家提一档股票 对不对 这档股票当时我没有公开 但是我相信应该有人猜得出来 那这个股票我想基本面的部分 我就不再多做说明了 但是你看到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包括上个礼拜五 台北股是大跌120点 这档股票可以逆势大涨 包括了10月20号台北股是涨150点 这个股票可以差一档公道涨停板 这个不就是一个强势股的表现吗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股价 一路到这个10月23号 大盘跌17点 它可以创下36.8的波段新高 这档股票叫先锋 我在演讲会当中 我跟大家提的第一档股票 不就是先锋吗 对不对 那这档股票在创新高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档股票到10月24号 大盘跌85点 它早盘还创下一个37.5元的波段新高 为什么会这样子 它绝对不是偶然 绝对不是谢老师跟主力挂钩 让他可以大幅度拉台吗 不是嘛 对不对 因为我就是从国际股市的一个角度出发 帮大家选择到这样子的一个强势股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你说你不做调整 你的一个差距会有多大 我们来看这个部分 你看这一段时间 谢老师在上个礼拜四讲 然后礼拜五如果你开盘价 你敢做进场的话 33.75一路到昨天是涨 到礼拜四涨9.03% 但是同时间 如果你不去调整阳城的话 这一段时间里面 这一辆股票是跌21% 而到了今天 你可以看到那个差距 其实拉得更大 先锋到今天的高点涨了11% 然后阳城的部分 到今天的低点又跌停板 它是差了26% 换句话说 在这一个礼拜当中 如果你持有阳城 当然不只是阳城这一辆股票 你如果不做任何的动作 然后不一定要换先锋 但是如果你没有换股的话 你有去做一些调整的话 你看一来一回 差了将近40%的幅度 那观众朋友 这代表什么东西 代表你投入100万 你会差40万 你投入1000万 你会差400万 观众朋友 不要怪人家没有给你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 那个反败为胜的机会 是你自己浪费掉的 我这样讲没有错吧 对不对 所以夏老师这个地方告诉各位 我已经跟大家提到了 这个地方我向空头宣战 我告诉各位这个地方不会有低点 夏老师是在这个市场当中 唯一敢在这样子的一个行情里面 告诉你说我向空头宣战 所以这个地方 你对于整个行情的一个把握 你要好好把握这一波的行情 夏老师会带你在这一波的一个行情当中 去做一个大获全胜的一个动作 重点是你必须要先做出一些动作 对不对 你不可能说在家里等待 那个黄金就会从天上掉下来 所以观众朋友 这个地方 如果你手中很多多方个股的观众朋友 这个地方你要团结起来 夏老师会带大家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我带你反败为胜 那后续还有什么样的一个个股 值得大家做特别留意的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大家都知道我喜欢表演 但其实我更热爱运动 教育部体育署宪政大力提倡全民运动 并积极推动各项便宁政策与设施 限制乡镇球类竞赛 让你做个文童 勉甘账 免费体势能检测服务 让你注意体势能状况 9月9号全台公共运动车司 免费提供民众使用 运动99 健康99 体育署邀你一起来运动 掌握关键转折 更像资金多寡 人是否常常追高杀低 人是否总是输多赢少 掌握财富的钥匙 把握致富的关键 关键转型 0281010600 0281010600 您准备好了吗 为了您的福报 为了您新复杂难点的趋势 心态一定要改变 改变才有机会 改变操作迷思 投资才会赚钱 让您稳健获利 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您安心操作 这是我们的保证 马上接通电话 改变你投资的命运 0281010600 掌握关键转折 更像资金多寡 人是否常常追高杀低 人是否总是输多赢少 掌握财富的钥匙 把握致富的关键 关键转型 02-8101-0600 02-8101-0600 在我们遭遇紧急伤病的时候 还好有这些医护人员的效果 他们牺牲与家人相聚的时间 是为了给我们最好的医疗服务 感谢每一位医疗人员 因为有您 全民健保才能更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那这个地方其实下午是要告诉各位 你如果选择完全都不动作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策略 它绝对是错的 为什么 我刚刚跟大家举了阳城的例子 对不对 我想这段时间当中 如果你不去做调整 你会看每天的差距越来越大 对不对 然后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 到礼拜五 结果你如果当初有做换股 做调整 这个已经差了将近40%的幅度 那谢老师不是刻意打压阳城 我也没有去做放空阳城的一个动作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在于说 类似这样子的股票其实还有很多 你如果做错方向对于你来讲 你会失去非常多 你可以去做调整 甚至你可以保留你的资金去反败为胜的机会 包括我之前跟大家提到的 像是隆达的部分 你看10月23号 它在创波段新低对不对 10月24号你说老师 跌85点 它可以只跌这样子算很强了 但是这个价格它又在创下波段新低对不对 那你说除了这个股票之外呢 包括我之前跟大家所提到的4966的浦瑞 10月23号290块已经是波段新低了 到了10月24号这个地方再创一个279块的波段新低 那还包括什么 包括了这一波让非常多观众朋友受伤的成名店 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这档股票当初从多少钱跌下来 你自己心中有数啦 不就是腰斩之后还继续往下跌吗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谢老师告诉各位 你看像是普瑞的部分 过去这一段时间 从礼拜四到这个礼拜五 它已经跌了13% 然后包括了像是 这个是礼拜四的一个跌3% 你一天不调整 结果隔天又再跌3% 对不对 然后包括像是普瑞的部分也是一样 从原本跌7%到礼拜五是跌7.43% 然后包括了像是在这个成名店的部分 过去你看这一段行情 它只跌9%对不对 但是我刚刚讲过啦 这档股票从哪里跌下来 这档股票是从40几块跌下来 将近50块跌下来啊 多少人买在那个大量区 我相信你看节目的观众朋友 你一定心有七七焉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个高点爆最大量嘛 有多少人买在这里 然后你都选择不动作 观众朋友 这个行情从高点跌下来 到现在跌了超过一半嘛 跌了50%嘛 你说大盘有跌50%吗 没有嘛 大盘跌50%要跌到4500点 那以这样的一个格局来看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现在我告诉你 你要调整持股的重要 我想这个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先锋 是一个例子 那智琴的部分 我想我再跟大家做一点 基本面的说明 为什么我敢讲说 这个地方你生计股 你要特别留意 绝对不是因为今天生计股特别强 而是我之前我跟大家所提到的 当你看到NBI生计指数创新高 当你看到这一档公司 它能够创下两年新高的同时 观众朋友 难道这个地方 你不该回头看一下台北股市的股票吗 我或许你会这样讲 你会觉得很陌生啊 老师我对生计股不懂 那为什么大家做苹果概念股 看的都是苹果 做特斯拉概念股 看的都是特斯拉 这不是一样的概念吗 只是夏老师是美国股市的专家嘛 对不对 我们看的股票不是只有苹果 不是只有特斯拉 每一档跟台北股市连动相关的股票 夏老师都看嘛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我看到机会 你觉得我该不该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提醒 这家公司我简单来讲 过去大家都知道这个叫MM398 它做胰胆癌药物 好 但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原本有7500万美元的里程金 对不对 7500万美元代表什么 代表22亿的新台币 22亿的新台币代表什么 它的股本只有10亿 它股本只有10亿 告诉你什么东西 当这一笔进来 当然它不会同一年进来 但是假设是同一年的话 它代表它EPS会是22块 而且它在最近 它授权给另外一家国际大厂 那这家公司最高 可以达到2.51亿美元的里程金 你自己算 2.51亿是多少 不会算 1比30嘛 你简单算一下 这个是75亿新台币的部分 那10亿的股本 如果赚75亿 你觉得EPS应该多少 那如果以这样子的EPS 你觉得股价250块 到底算是贵 还是算是便宜 而且不止这个药物嘛 包括PEP503 这个是治疗癌细胞肿瘤的药物 什么意思 就是当你 当然我知道你可能听不懂 那我简单跟大家提 就是说你在做那个 癌症的时候 都不是要化疗嘛 对不对 那化疗的过程里面 吃这样的药物 它可以减少你对你身体的负担 也可以减少对于身体的伤害 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药物 它有没有伤劲 而且这样子的药物 有机会 在明年就上市 然后呢 这样子的一个里程金 也有5000到6000万 那你自己稍微算一下嘛 这里5000到6000万 这里2.51亿 这里7500万 我讲的都是美金 你稍微算一下 到底10亿台币股本的公司 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它后续的一个成长空间 有多大 所以谢老师告诉各位 这个地方 当然啦 你要自己做 我知道你被基亚吓到了 我知道你一定不敢做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对于这档股票的一个价差操作 对于这档股票的一个波段操作 都交给谢老师来处理就好了嘛 你不用担心这么多嘛 对不对 所以我谢老师在这地方跟大家提到 我是市场上 现阶段 唯一敢在节目当中 我们公开向空头宣战的一个分析师 这个地方谢老师要带你做多 在这个地方能够处理大赚 所以如果你是比较偏多的一个观众朋友 这个地方你要传接起来 谢老师在这个地方 我一定会带你迈向成功 重点是你必须要踏出你的迹步嘛 对不对 操作上面遇到任何困难跟问题 都欢迎你那么多无人 如果恰许 节目时间的关系 我们节目近期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只有晶片护照 享有140国籍地区 免签证或落地签证的好看哦 晶片护照有多重防伪设计 安全又便捷 第一次申办护照 一定要本人亲自申请 还可以网络预约申办哦 如果护照遗失了 快到附近警察分局报案 出国前 记得检查护照效期 要超过六个月哦 晶片护照安全又便捷 外交部祝您旅途愉快 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 掌握关键短折 更胜资金多寡 您是否常常追高杀低 您是否总是输多赢少 掌握财富的钥匙 把握致富的关键 关键有限 02-8101-0600 02-8101-0600 您准备好了吗 为了您的福报 为了您新复杂难点的趋势 新海一定要改变 改变才有机会 改变操作彼此 投资才会赚钱 让您稳健获利 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您安心操作 这是我们的保证 马上接通电话 改变你投资的命运 02-8101-0600 掌握关键转折 更胜资金多寡 您是否常常追高杀低 您是否总是输多赢少 掌握财富的钥匙 把握致富的关键 关键有限 02-8101-0600 02-8101-0600 选举要到了 你可以透过政治现金 表达理念与热情 捐赠的对象 额度方式都有规定 有累积亏损 尚未弥补的公司 不能捐 外资入资也不能捐哦 对同一你参选人 个人捐赠不得超过十万 对同一政党 个人捐赠不得超过三十万 违规者可取捐赠金额 两倍之罚还 合法真正对安心 参与政治更加